幸运法师实际上是我很尊重的我们佛教界的领袖 昨天晚上看到幸运大师元旗 难道非常的悲痛 幸运法师元旗 院长今天早上也有透过脸书表的哀悼 佛光山13日将举办送赞典礼 请问院长是否会出席 我时间许可一定会出席 幸运法师实际上是我很尊重的我们佛教界的领袖 而且国际的佛光会实际上做了很多人道救援的工作 全世界都看得到 所以我相信幸运法师在天之灵一定会保佑整个国际佛光会 未来在人道救援的工作上继续发光发热 让全世界看到台湾之光 让全世界看到台湾的慈悲喜舍 看到台湾人民的善良还有愿意帮助别人 昨天晚上看到幸运大师元旗 感到非常的悲痛 幸运大师他在几个场合都有提到 思想要国际化 学习要现代化 他也在几个场合特别谈到 也就是我们做事担当要有勇敢心 待人处事要有恭敬心 所以我想这些都是让我们不管是在私人领域或是公共事务上面 给我们让我们谨记再新的大智慧 其实在我上任第一周 我们佛光山台北道场的住持满间法师 也有来市府拜会 当时我们交换了很多意见 他也特别带了幸运大师的莫保 那让我非常的感动 我想他的提点 也是为了我们施政很重要的方向 也是市民朋友的期待 感谢观看